每年的櫻花季 日本東武鐵路都會舉辦花見列車旅行 現在我們來到羽都宮 準備搭這輛列車 活動用的晴空塔號列車 車上有特別為活動而佈置過 每卡車廂都有車掌 為大家介紹沿途的櫻花景點 日本人是不會讓我們餓著櫻花 所以已經準備了餃子 還有一個很精美的便當 你看這尺寸多精緻 剛上車的時候 有問過我那邊想喝甚麼 我喜歡四樣選一樣 誰知道來到 發現四樣都可以喝 一邊看著沿途的櫻花景色 一邊喝酒吃東西 氣氛很棒 車掌和大家玩遊戲 大派禮物 車會在新太平下站停留四十四分鐘 等乘客可以下車 看櫻花拍照 準備會程 整個旅程大約兩個多小時 我覺得這個夜鷹的旅程是很有驚喜的 因為平時看到櫻花都是入口 沒想過原來晚上的櫻花都可以這麼漂亮 還有這輛列車的服務很好 有很多東西吃和很多東西喝 好嗎